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济盛满堂的渡远龙show 我是你们百物诗,Eze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你们有梦想的人哦 你们一定有梦想,对不对? 你们一定有,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对不对? 那有梦想是好事,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啊 当你要去实践你的梦想的时候 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你的梦想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不可能,不用做,浪费时间,不用搞 这些东西是假的,完全不会 如果这么简单,每个人都变成你这样了 有没有? 比如说,你跟他讲我要做百万富翁 如果这样做百万富翁,全部人都做百万富翁了 我也做百万富翁了,有没有? 其实我听过这种话,不管你几岁都好 小孩子要成功,那些上高中的要成功 或者上大学要成功 很多都是这样讲的 对 就是说你要成功阿亚妮慢慢等啊,去做梦啦 对啊,或者是这样 下一次我要拿比赛拿到第一名 不可能,怎么可能,那个谁谁谁都比你厉害啦 你如果有他一半就好了咯 为什么我要生你,像一个叉烧一样 对,是不是? 所以啊,现在是那种打压式教育,有没有? 嗯 是那种打压式教育 所以变成啊,当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不管你出来社会了,或者是之前 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你身边的人啊 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小到大被这样子的打压 所以他们已经习惯性打压 对,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觉得,这个是很常态啊,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吗? 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情况啊 或者状况,然后放在你的身上 对 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本事 或者不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的这个想法思想啦 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放在你的身上 对,所以比如说啊 今天啊,你有一个梦想 然后你要讲啊,我今天要做一个店啊 什么什么啊,怎样怎样啊 然后就讲,不可能啦,你不能做到啦 不要啦,放弃啦 不要这样做啦,丢脸啦 没有用的啦,你做来干什么 哦,有没有 有没有,是不是很烦那种人 有,有些人呢,他可能要 一个梦想说要买这间屋子啊 对 或者一个梦想说他要走十个国家 对 或者什么梦想都好啦 嗯 首先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不要想这样多啦,是不是 对 或者那种夜长梦多啊 在那边做梦啊 对 一天过一天就好了啦 安稳的知足就好了啦 这样子是不是 所以也不是说不要知足嘛 但是人一定有梦想 不然你 没有向往的一个梦想 你没有一个目标 对 你来这个人间你干嘛 对 对不对 你来这个人间你完全连一个目标都没有 你没有想要达成 你没有想要看这个世界 没有想要看你自己到底 到底有多么的有能力去做到 对 那你为什么而跑呢 每一天就打工 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啊 是不是 所以的话啊,很多人就会这样打压 所以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打压啊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叫 不要让没有梦想的人 来跟你摧毁你的梦想 对 你有没有发现到啊 就是你有发现到啊 跟你讲这种话的人哦 讲不能不能不能啊 然后啊,他讲到很像自己很厉害 讲到很像他是过来人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但其实啊,你要看他是完全没有梦想的 他在这个生活上啊,没有成就 也没有这样的智慧去想到那边的 其实他就是过来人没有梦想的人 对 所以他会跟你讲你不可能做得到 或者是他已经试过,尝试过他已经失败 然后他就没有坚持 所以他没有坚持 他没有去硬硬要去拿到这个东西 他没有坚持 所以他就讲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是过来人 你不可能做到,你不用做,你不用做 所以啊,他会让你 因为你们知道啊 我们在人间你要先试试看啊 你要先尝试 你还有尝试你怎样知道你能不能 对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他们就会打压你 没有,连尝试都不用 直接打枪你 不用啦 尝试什么 是什么是 如果这样简单 全部人都比你厉害啦 轮到你嘛 有没有轮到你先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样的mindset 就是有这样的思维 所以这种思维啊,就是会害到他们的 而且啊,会弄到啊,他们 可能 你们小小一句话啊 或者是可能你小小 不用啦 不用啦,谁要讲 或者是 去咯,你来咯,就讽刺他 可能他一句话 会让到你 就是直接 没有梦想 摧毁了你的梦想 对不对 所以他很多人呢 就是在这个当下 人家讲了一些东西 你就放弃了 这个好像叫什么了啊 破冷水 对 破冷水 所以今天 小小师傅,是不是你有什么梦想 你给我讲一下 有很大很大的梦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我要上到月亮 对啊 不用啦 上到月亮 什么月亮 上月亮 有病是吗 如果是 你要上月亮 全部人都上了啦 所以我这样子拿一瓶冷水破你 你是不是突然间 被没有信心去 对 对 就很像没有信心 很伤心啦 对 因为你跟我sharing 你相信我嘛 对 所以我去迫你的水 你会有这种 很像失落的感觉 对不对 或者是你会可能甚至 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不可能 这样我还是不要去做 还是想一些有用的东西 可以吗 是不是 所以通常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 其实啊 如果今天你换一个方面 比如说你跟我讲多一次 我要上月亮 很好啊 你知道吗 之前呢已经有几个人 已经成功了 上到月亮 他们做那个射箭的 那个叫什么火箭 他们上火箭 然后上月球 懂吗 已经很多人成功了 你也是可以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呢 你知道有那种飞机 可以飞国家的 对吗 现在这些科学的东西 发达了 已经很先进了 对 所以它有一个飞机 飞船 它其实是专门带游客上去月亮 真的吗 对 ok 那个离题了 不是离题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东西 我想上月亮 那些要破我冷水的人 不知道这种东西存在 对 像我现在不知道这样 所以要破我冷水 所以会不会是 如果破你冷水的人 可能他是完全是 没有这方面的智慧 但是他要很像 以为自己很有那个智慧 对 所以变成了他就这样破你冷水 但是我已经知道 我跟你讲 有很多人已经曾经上过月球 你可以做到 因为别人都能够做到 对 为什么你不能做到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给到他信心 但是往往就是 很多人就是被打压下来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成功的人 首富永远是首富 对不对 放弃的人永远是放弃 所以可能今天 你在去追你的梦的时候 突然间 你可能遇到一些挫折 可能没有脸 没有脸 就是你失败了 没有这个面子了 或者是可能 给人家破了冷水 或者是可能资金不足 然后你就想放弃之类 但是你的梦想 你就完全就梦想 就是破灭 对不对 所以他变成你就 OK 这样我就做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然后每天在那边愁眉苦脸 这样 对不对 其实很多成功人 对 都是会面对这些泡了冷水 对 而且成功人 那就这个世界这么多人 只有那3%的人是在上面 对 所以就是因为你们有听过 你们有听过 应该你们有看那些书 或者有看那些纪录片 关于到这些很像很成功的人士 他们的那些纪录片 从他们之前 怎么样怎么样出来 过了什么挫折 给人家拿钱丢他 还是什么之类 那种狗血记忆群 其实都是他们去经过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而且很多失败了才会成功 对 然后很多要去成功 因为他梦想太大了 对 他们去跟其他人分享 他们的脑没有这样的能力去 对 他们没有那个智慧 没有那个智慧 没有这样的能力去 去抓住这样大的梦想 对 他就讲 你神经病了 怎么可能 不要发神经 但是 他做的错 就比如说马云 对 很多人讲他神经病 风 他是天的 风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idea 这样的 这样的智慧 对 但是他做的错 对他做的错 那我问你啊 如果今天他之前那些人 全部破他冷水的人 如果他真的破了 他今天 没有做一事无成的话 他是不是还是一样 变成这样子 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成功 对吧 如果他今天听了那些 破了他冷水的人 对啊 今天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 没有淘宝 对啊 没有阿里巴巴 没有支付宝之类的 对啊 所以当他的梦想成真了过后 人家才讲他是天才 就是像那个 你在发明灯泡 那个爱因斯坦 对 那爱因斯坦 是他吗 是他发明了 其实不是爱因斯坦 是Edison 爱迪森 不是爱因斯坦 OK 所以爱迪森 就发明这个灯泡 对不对 那他之前去研发这个灯泡之类的东西 人家就会讲 有病是吗 那里可能有电 那里可能有灯泡会亮 对对对 然后他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 到最后他成功了 他们才讲他是天才 可是你知道吗 爱因斯坦发明这个灯泡 他是不小心发明到的 对 不小心发现到这个灯 他吃了几万力灯 就是没有电 他就是不小心 对啊 就是这样给他成功了 对啊 所以你们想一下 如果你放弃了 你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坚持了 你还有1%的成功激励 对 为什么你不要为那1%奋斗 因为呢 人 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 也就只有3%的人在上面 对不对 那你有1%是已经很高激励了 而且呢 我跟你们说 很多人啊 你们讲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嘛 对不对 就是讲 不要让没有梦想的人 去摧毁你的梦想 因为啊 通常啊 会破灭你的梦想的人 他们的脑哦 就是 不能够容纳到你这么大的idea 对 就是他们的脑不够大 他们很封闭的 他们脑不要封闭 而且他们就框架自己在这个能力 所以很多人会跟你讲 钱很难赚啊 钱很难赚啊 如果这样容易赚啊 不用赚了什么什么 老一辈会跟你讲 钱很难赚的啦 钱很难赚 现在年轻人你看他们玩什么 Crypto啊 Bitcoin 或者是玩什么 那种 一键代发 那种电商 哇 这么容易赚钱耶 按电脑一下 他为什么要出去搬那个砖头 搬到这样辛苦 对吧 所以很多人讲 哎呀这些是辛苦钱啊 钱很辛苦赚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越来越赚越多钱 因为现在科学这些东西 越来越先进 对 所以变成他们被锁在那个框架的时候啊 他们没有去发展 讲到讲到这个啦 OK 老一辈的他可能要很辛苦的 流血流流汗去赚这个钱 他就跟你说 啊这个钱很辛苦赚的 对 你要很努力去赚 对 但是呢 现在的啦 对 他就坐在家 开着Aircon 打游戏 他就赚钱了 对啊 而且赚比你快比你多啊 对啊 所以然后他们就会讲什么 他你已经 那如果你还没有成功之前 通常是什么呢 刚刚Simon师傅讲到这个打游戏嘛 很多是讲打游戏是什么 是浪费时间 对 那你钱没什么 他就要破坏你的梦想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没有梦想 他要破坏你的梦想 但是呢 如果你开始打出成绩 你打游戏 打到有成绩 有钱进来的时候 他就讲你的钱来的不干净 是不是 他就要打压你 只要 反正呢 就是眼红就对了 然后他要破掉你的梦想 因为你很奇怪 人的心理啊 不想要人家过得比较好 他会觉得 我做这样多年 这样辛苦 流血汗 都没有这样 你凭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坐在家里 开着aircon 对着电脑 赚比我多十年 对啊 在一个晚上可能 对啊 他赢一场游戏 可以赚他十年赚的钱 对啊 他在讲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是因为眼红啊 跟他们 他们的脑 就是他们那个智慧啊 他们不理解 也不能去接受 不能接受 他们完全不接受 所以为什么呢 他们有痛苦咯 所以他们有痛苦 他们才去做这种因果东西 来打压你嘛 所以他就摧毁你的梦想 因为他没有梦想 所以他要摧毁你 为什么要摧毁你呢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不爽 诚恨心 他不爽嘛对不对 他也不要放下这个idea 叫什么啊 就是这个逻辑性思维 他不要放下 他抓紧你觉得 赚这个钱 可能要降星空 对 然后可能梦想是 那些天才有的这种能量 对 他们这种普通人可能觉得 不能够拉你 也不能够拉 不要想这样多 所以其实他们会打压你啊 或者是他会破坏你的梦想 或者是破你冷水 或者是甚至讲那种风凉话之类的 所以其实啊 他们这种人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是很痛苦的 你知道吗 其实啦 这种人在玄学方面 是很负能量 对 没有他们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这个痛苦就是这个阴嘛 对 很负能量 所以那些有梦想到来 他们就是正能量 对 对 对吗 所以阴阳 所以变成了这个东西 你不要因为人家讲你一点点 你就放弃 所以反正你在我这里啊 百无事以前在这里啊 跟祭圣满堂 对 Simon师傅之类啊 你永远是可以的 不管你要讲什么天马行空都可以 对 是不是 像我们讲东西 我们跟人讲 怎样怎样怎样 灵界什么什么 人家觉得我们神经病啊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不要理他 对不对 对 我不可能因为你 我不要传佛法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因为你 我放弃我所有东西没有生活 对 在那边入土为安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他们其实很痛苦 所以叻 你不要变成像他们一样痛苦 然后变成像他们这样子 所以叻 你们要脱离痛苦 所以叻 怎样脱离痛苦 放下 对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放下嘛 他们没有放下 他们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要放下 放下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改变不了他 但是我也不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要做 就是这样 我能 背上跳去的量 对 我可以做到 人家不相信你 如果连你自己都自我怀疑 你想一下 你的梦想不可能成功了 但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 你有自信是可以成功的 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多首富 像那种Elon Musk 或者是那种马云那种在高 你们全部知道的这些首富 在上面的人 这样子他们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你要成为他们的其中一个 你要过这一关 对不对 对 所以叻 不要让没有梦想的人 去破坏摧毁你的梦想 所以叻 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这里 相信应该看到的观众们 你们有梦想的 你们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你们也遇过 可能你已经放弃了 不要把你自己捡起来 再继续 OK 如果你在面对这种问题 不要放弃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 让这个宇宙更多的正能量 好不好 大家一起放下 放下痛苦 脱离痛苦 OK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不要忘记 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什么想要看的 在下面留言 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记得要follow我们 因为我们会有时不时 更多的选学智慧 交给大家 还有直播互动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每一个更新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我们计算版堂对楼手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拜拜